如今,人们对私人定制的概念并不陌生,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,铁路部门也适时推出了私人定制服务。 11月21号,长春站向媒体介绍,对外推出多项定制化列车新举措。 据介绍,长春站可以根据旅客团体需要,选择经由,选择停站,提出倒开时刻和停留时间等便利化服务。 长春站可提供专属安检,专门通道,专区候车,专人检票等服务。 车体咱们可以选,比方说软卧,硬卧,硬座和餐车,然后五辆以上就可以。 对,也包括动车的权列,高铁,动车都可以定制,然后按照旅客的要求咱们可以设停站,就是百姓提需求,算是铁路来坐。 随着雪落冰封,中国冰雪旅游大省吉林也迎来了新一年的冰雪旅游季。 从这个冬天开始,游客团体完全可以组团定制一趟专属列车,获得一次不一样的出行体验。 翠维表示,除了旅游之外,很多其他出行团体也都是包车的潜在客户。 这个包括沿雪,包括商务出行,包括会议,这都可以。 比方说候鸟,候鸟一族,现在咱们最近比较多的就是到海南,这个候鸟一族,这个出行比较多,这个旅游团体比较多。 记者了解到,定制化列车并不会影响铁路交通网的正常运行。 铁路部门会根据有关线路列车的行程进行安排调度,确保路网畅通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